双胞胎兄弟发育严重不对等 不想各个到医院查出绝症 此话一出犹如晴天霹雳 轰在夫妻俩心头 然而时期还没完 12岁的唐志云和弟弟唐志豪是对童晚双胞胎 样貌神胎简直就是复制粘贴 自然他们的基因也相通 想到这父亲心里咯噔了一下 将带着弟弟去医院检查 果不其然结果显示 弟弟是满性肾脏病三期 很难接受 如果他们是一个都好一点 之后还有一个是希望的 从出生开始 两兄弟的发育就有明显不同 到了12岁 哥哥更是比弟弟挨了15厘米 体重少了40斤 起初父母并不重视 直到两个月前 哥哥因为反复发烧入院 医生一查鸡肝高达1000多 被诊断为肾甩肌武器 身体发育之后 就是双肾在发出警告 万幸的是弟弟目前还能吃药控制 没有到必须血液偷袭 等待换身的地步 但情况依旧不乐观 弟弟一颗神脏已经萎缩 只有新生而大小 一场感冒发烧 就有可能发展成尿毒症 为了救孩子 唐爸爸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军神 可医生的一番话 让他心凉了一片 去年唐爸爸发生了一场重大车祸 如今刚刚恢复过来 就遇上了这样的事 麻省专挑戏出断 厄运之找苦命人 他是家里唯一负和捐献标准的人 一个神脏 无论给哪个孩子 都以为放弃了另一个骨肉 最终他们决定把亲属移植这条路 放到真无路可走时才做 而等待器官移植 同样也有很多问题 就算在此前 唐家只是一般的公姓家庭 夫妻俩一个月累死累货七八千元 而现在光两个孩子吃药 每个月就要花费一万五 生活早已入不敷处 更别谈两个器官移植 接近上百万的费用 这些天他们动奔西走 终于凑够了五十万 这都是亲戚的心意 可害怕什么来什么 弟弟的病情就像 刹不住的火车一样 不停朝前冲 鸡肝已经高达四百九十七 很快就要逼近尿毒症了 无可奈何 唐爸爸只能带着两个儿子 奔波于各个医院等地器官移植 2023年7月2日 交集等待中的唐爸爸 突然接到了荣山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的好消息 两个儿子的器官培行成功 文言堂爸爸 立马带着两个儿子 奔赴广州 他们能成功吗 肾脏移植手术前 男孩突然提出 一个无理的要求 不开心 我一个人移植两个 从意的都知道 移植神源有多珍贵 而哥哥却想要 独占两颗肾脏 要知道他的亲弟弟 同样是尿毒症患者 需要换身维持生命 好不容易等来两个神源 给了两兄弟重生的机会 哥哥却只想着霸占 身为同我双胞胎的两兄弟 哥哥发病比较倦 并且很严重 光学也偷袭就做了39次 受尽了折磨和煎熬 才等到这个肾脏 然而弟弟一发病就有了肾脏 哥哥觉得不公平 并且在他的理解中 总觉得拥有两个肾脏 才是完整的 并且身体会更加强壮 所以他要两个肾脏 在来广州前 弟弟就曾听哥哥说过 那是只当他是开玩笑 殊不知在一之前 哥哥居然将这个想法提了出来 对于哥哥无理的要求 弟弟也不甘示弱 不可能 我不想再等 对于父母的开导 哥哥明显没有听进去 医生也明确表示 一颗肾脏能够维持 成年人的正常运转 一只两颗不仅 剥夺了另一个人生存的权利 也是一种浪费 而此刻父母最担心的 就是肾源不稳定 在此之前 他们已经经历了四次失望 只要没进手术室 一切都不确定 而两兄弟的争夺更是没有意义 可越怕什么越来什么 距离手术还有十个小时的时候 医生突然找到唐爸爸 因为公者方面出现了未知的情况 原定于明天的手术推迟了 时间推迟就意味着极大的不确定 两兄弟在此跌进深渊 而哥哥的病情也在恶化 原本该做血液偷袭的他 为了一只特地暂停 现在深渊不确定 哥哥不得不继续进行血液偷袭 这一推迟就是三天 就在众人绝望之际 他们终于等来了确定消息 肾已知手术可以开始 这也就意味着 另一边捐献者的生命在无挽回的可能 一家欢喜一家忧 7月7日上午 一台器官获取手术即将开始 这位已经被判定脑死亡的16岁男孩 将用自己的生命换回四个人的重生 而其中两位就是唐氏双胞胎兄弟 医生划开男孩的肚子 去除两颗健康肾脏 随后放入早已准备好的病快之中 挣下这两颗肾脏将挽救两个男孩的生命 但在此之前 医生需要对肾脏进行修剪 剔除细胞和血液后 才能进行移植 与此同是唐氏两兄弟 也在父母的期盼下 分别走进了手术室 随着弟弟的麻醉完成 哥哥想要移植两颗肾脏的想法也落空了 肾脏移植手术和常人所想的不同 并不是将坏死的肾脏去除来 然后换上新的完好的肾脏 而是在不动肾脏的情况下 把健康的肾脏移植到右侧或左侧掐握出 也就是在本国附近 连接肾脏上的血管和掐完血管进行吻合 算上几乎坏死的肾脏 兄弟俩同时拥有三个肾脏 手术开始一个小时后 一名医生姐姐带着提前修复好的肾脏 来到了手术室 左空替获取的右胜给哥哥 左身给弟弟 因为捐献者的年纪只有16岁 所以肾脏尺寸十分险进 手术难度也减轻不少 两个手术室则是格外的安静 三位主导医生都比其凝省 注意力集中在只有拳头大小的区域 他们身上背负着孩子的未来 而手术室外的唐爸爸却有不同的顾虑 就算肾脏成功一职 也只有十几二十年的使用时间 那时候自己早已老了 没人照顾他们怎么办 对于父母来说 孩子是他们永远无法割舍的存在 我家里人尽量叫我们生一个 贵子家里多次选夫妻俩再生一个 到时候自己老了 老三可以照顾两位哥哥 夫妻两认真考虑后 还是决定放弃 尽管渗源是捐献的 那两个一直费用高达八九十万 靠打工为生的唐爸爸根本拿不出来 贵子不得不买了房子 接遍了身边所有亲戚朋友 他此刻唯一能做的就是故号当下 至于二十年以后 两兄弟还是不需要一职 这只能交给世界和天意 经过一生四个小时的努力 随着尿液成功排出 意味着手术顺利完成 但这只是双胞胎兄弟俩闯过的第一关 后续 他们还要面对抗感染和抗排疑的风险 唐爸爸看到两个儿子紧紧地躺在床上 内心又激动又紧张 捐献者的肾脏很健康 在医治两天后 兄弟两个鸡肝就恢复了正常 感恩于七冠捐献者的大爱 唐灵波夫妻俩 也签署了七冠捐献书 将这份爱延续下去 请不吝点赞订阅